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本期的赛后点评赞 经历了上周的赛事比较低迷的情形之后 来到了本周 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 已经是可以说是重振雄风了 发现了很多亮眼的赛事 对啊 特别是星期天 也是有韩国马匹来到本地 不过呢 很遗憾他们的表现就一般 不过也代表我们的本地的水准是蛮高的 对 至少在亚洲来说 不敢说第一了 第二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分量 第三了吧 第二第三 日本到香港才轮到我们呢 但至少是比韩国啊 那个台国啊那些好得多了啊 对 那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 一场新马的赛事啊 这场赛事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有一些马匹呢 就争先恐后的去领啊 我们来看看这场赛事呢 这个柯克斯是如何赢出来的 这场赛事主要就是看这位剑石生 黄静泉啊 他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熟了 来到不久 但是在马来西亚他的演出是非常好的 对 在吉隆坡 这场赛事呢 先看他怎么走 这出自清色彩衣 就是他骑的马匹呢 是这比柯克斯 现在是大概在第五那个位置 为什么说他这场赛事 骑出水准呢 然后你等一下看他直层的时候 那个骑石的姿态啊 最重要因为其实我们要看他的手 跟他的那个腰 跟他的那个背啊 怎么去配合马匹前进啊 现在还是在内南 他一直呢 稳守这个内南位置 也不急 也不晃不忙的这个情况底下 前领的马匹呢 就是这个唐姓侠侣 然后呢在他旁边就有这笔金龙 这两匹的那个走势呢 在这场赛事算是不错 那你看 现在在柯克斯 本来他准备去中间这个位走 但是给人家奉住路之后呢 他就移去内南 因为他发现那个内南含有坎多的空位 那最后的阶段 你看他那个肾啊 那个腰 是浮得很低的 这个就是其实信心大的那个情况 这次胜能做到这样子不简单 所以这位其实往后的前途不错 来看支撑的话会比较的明显的 这匹 可可斯呢 是守在内南的位置 这个位呢 也是充满了一定的凶险的 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马匹 让路的话 他是没机会冲上来的 既然给他冲上来 一望空呢 那他要小心的 也不过是更外南的这一匹 果然威 果然威是一匹呢 这个上位亮相 首次亮相的马匹呢 输给这样的对手 好 我们看直程啊 绿色彩衣的 躲在这个三匹马后面呢 就是可可斯了 好 他现在呢 一看到这些马匹全 马匹全部都外闪的情况下呢 他就把握机会了 一打边加速 马匹从内南的位置 就缓缓的就冲上来了 在外面呢 有一匹呢 非常凶狠的 就是果然威了 果然威呢 就是一匹 我们说 按牌马了 那他呢 因为在试跑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反复强调 他跟这个日行一扇跑过的 这个试跑是有含金量的 这样的按牌马呢 他在这场赛事呢 突然这样走得接近了 下一场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周鸿寨 他的那个沙盘不稳 所以他就平衡力不好 这位黄敬拳呢 他沙盘稳之外呢 最重要他的腰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见识生 骑在马背上那个背啊 就是直的 好一点就这样 但是应该什么呢 平的 平的 扶下去 扶下去你才推得动 但是这个说容易了 要做的时候呢 你那个腰不够力做不到 你回家试 也有可能是不是 已经养成一个坏习惯了 这个不相信 我们懂起码就懂得了 你那个腰做得好 有力 你就可以扶下去 你回家试试啦 你那个脚 放在那个椅子上面 你扶下去看看 你那个腰不够力呢 你扶不下去的 然后扶下去 好像要手退了 我们骑马鸡 这个安置的这个房间呢 是有冷气的 它的四周呢 是有镜子的 这个镜子的作用 我相信 就是应该是给大家 就是纠正自己的姿势 对 我就说了很多人都希望做得到 但是你要力做不好呢 你怎么做都做不到 但是这位黄建权 我很少称赞建石医生 我觉得他应该值得称赞 因为你看到最后那个 要是平去 扶下去 一推 那就是这样子 就帮助马鸡推进嘛 就等于说你骑习行车这样子呢 也是扶下去的嘛 对 自行车手 他们的这个动作 非常的标准 就是这样扶下去 所以啦 这位黄建权 我会对他有比较好的那个评价 就是看到这场赛事 那看过这场喜马赛之后呢 我们就去到了一场 这个稍具级别的赛事了 那他是1000公尺的沙地赛事呢 在这场赛事里面呢 这一匹毫无疑问 真的是赢了毫无疑问 很多马比收取回来呢 都要热身 热身 我们经常都说要热身 这匹不用 那这匹马呢 其实他应付这一场赛事呢 可以说是水准非常的高了 跑出来这样的这个条件 我看应该是接下来呢 他已经我是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对啊 因为不用热身 已经是赢出来 那往后呢 那个前途就是更明亮的 我们来看看毫无疑问这场赛事 那这场赛事呢 事实上也是有 不单止他要收取回来的 汪利多也是收取回来的 龙头也是收取回来的 比他一样那个时间呢 还有超速 所以一场赛事呢 参赛马比 八比就有四比 是收取回来的 但是其他的三比的情况就不好了 那你看前领的那一比呢 就是西巴这匹马的评分也差不多了 然后呢 另外一比跟着第二呢超速 他就休息168天 所以今天呢 冲了一段也没有什么特别 反而跟着第三的这一比毫无疑问 他休息175天 但是这匹马呢 在赛前我已经跟 绿婷啊 跟嘉伦讲 这匹马好奇怪 他以前曾经试过呢 四次 这场算你才四次 全部休息回来第一场赛事 演出都很好 他这场赛事又顺利地赢出来 其他三场呢 就是两个第一名跟第二名 所以看来这匹马呢 休息超过三个月 对他来说呢 反而不是一件坏事 对他的体力呢 应该是更好才对 所以顺利地赢出这场赛事 那由于这个西巴呢 这样一匹前领马呢 把本场的步速呢 是做得是非常的快呢 这场赛事呢 前面试图跟他去斗 前速的这些马匹呢 都已经娇软了 这个毫无疑问 他的后劲呢 是到这个时候才要去发挥的 直层阶段呢 一推马头 这个马匹呢 后劲发挥出来以后呢 变成是没有对手了 他的发力点是选择的非常的好 我们看在前面呢 仍然前领的就是西巴了 他的棋法没有错 因为呢 这是必须要前领的马匹 那又因为他在前面领的情况下呢 他还能保住一个名次 也是给这个毫无疑问 创造了这个百分百的机会 让他去赢这场赛事 赢得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 以他今天这样的赢出来的水准呢 他接下来呢 还是前途非常的光明 又说回来了 这匹马曾经跟巴迪洛跑过 虽然说是输但输不远 从这个成绩来说呢 这匹马现在处于这个平分83来说呢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而且呢 休息回来 赢了这场 只要体力维持就可以了 那这场有一匹流鼻血的 回来的马匹 汪力多 也是追得比较接近的 就也是这一场赛事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 以后可以拿来参考的点呢 这样子他本来休息四个月回来 现在又要休息三个月 他没有流鼻血 他就是流鼻血休息 然后才回来 就不是这场流了 对 就是上车流鼻血了 所以这场就坐实了 他的健康已经是没问题 没太大问题了 对 本地流鼻血回来的马匹的成绩呢 都不是说是很差的 有些马匹都一直赢马的 新智宝已经赢了很多次了 对 所以就通常我们有一个 这个筛选的机制 当你流鼻血回来以后 你要去试跑 试跑了没问题 才给你去正式的比赛 在这个礼拜五的这个 这天赛事里面 还有一场赛事非常的精彩 对 这场赛事就是证明 我之前说的一个情况 就是三岁马匹 如果在第四级 一出立刻赢的话呢 他的那个阻力呢 应该不在第三级的 应该是跟上一层才会怕的 金卉星就是这样的马匹 那我们来看看金卉星 这场赛事的表现 不过这场赛事也看得出 金卉星 他的那个发力呢 是比较迟一点的 他不像很多马匹 一打下去立刻反应 说不定呢 这样的马匹呢 以后呢 是要长一点点的赛程 才会更容易发挥 因为你等一下看 直层金卉星的走势 你就知道 他是那一匹呢 就是橙色彩衣的那一匹 现在大概是跟在第五位 第七位 他虽然说是第七位 但是因为马群挤在一起 所以距离前里马匹呢 大概是两个多三个马位而已 现在呢 选文诺已经看得出马匹呢 好像就是 没有说是发力得很舒服 所以尽量就把它那个速度呢 用手推了 你看 以及就是希望它能跟得高 就是前一点的那个位置 但是最问题来了 直层的时候打下去 它竟然曾经有 大概一百公尺了 没有太大的反应 现在的这个位置 如果普通马匹一拉到外面呢 立刻就把发力冲过前面那一匹 就是有策略的 但是你看 打了一百公尺 它依然是跟有策略有两个马匯的差距 然后呢 到最后的一百公尺呢 幸好有策略呢 这匹是冷门马匹 最后还是慢了一点 然后呢 这匹金会心才冲上来 当然它的能力也是很好的 所以顺利的压倒其他的三匹马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金会心啊 它也是刚才马会讲的这个发力 它提速的 这个时间要需要花很长 可能接下来呢 它会选择在稍微长一点的赛程吧 那这场赛事呢 它的赢要感谢这个生龙火虎啊 要不是生龙火虎去捣乱这个 克拉姆的前速呢 这个克拉姆呢 到最后阶段呢 不会这么的狼狈 我们来看看 这个金会心呢 它现在仍然是躲在马群的后面呢 这个时候呢 有策略是 其实是突如其来的 这样一匹呢 非常有钱的马匹呢 它在前面这样子的领啊 它先发力 也就是因为它先发力呢 到后面呢 它就是有点顶不住 所以才被金会心 跟另外的这个一匹呢 一起追上了它 我们经常听那些 英文主播他们说 马匹 就是那个脚换很快的 就是等于说那变速很快的 但是金会心刚才说 打又是这样 打又是这样 哇 差不多是要十秒八秒 然后它的速度 事实上它可能没有加速 是人家减速 它维持速度 所以这样子我就担心了 如果短途 你碰上那些不停的马匹呢 你可能追不上 所以我建议了 或者是内马区可能了 选择千四来试试 千四不行就去千六 千六可能我也是担心 它暂时太长了 三岁 总之千四千四 就是暂时来说 千二都觉得有一点担心 或者是另外的原因 就是它可能炒地 也不是最擅长 也说不定 回头再试试沙地 对 因为它沙地的成绩 都一向都比较好的嘛 所以这场是 其实赢的是 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运气的因素 在里面帮忙它 好了 礼拜五这个赛事呢 三场赛事看过了 我们来看看 这天的这个裁判报告 第二场七号 拉加尼 它是临场有票的马匹 但是流鼻血了 四场十二号 成功十一 发生了马鞍华一 总结一下 星期五三场赛事 第二场三号 克克斯 立刻对手 其实非常称职 第五场五号 毫无疑问 九修完全不用担心 第七场四号 金会星 实力 虽然是深不见底的 很快我们就把礼拜五的三场赛事看完了 中头戏是在礼拜天 对啊 礼拜天很多的那些级别赛啊 那些邀请赛啊 对 我们等一下回来呢 就看看这样的情况啊 好 广告回来 我们再为大家接着分析 星期天的三场赛事